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GOMS每日财经快讯 GOMS以战事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长一臂之力 今天是9月17号 星期二 我是Jacky 昨天表现最激烈的就是属于原油产品了 包括原油的股票 布伦特原油昨天最高是冲到了17%的涨幅 那么目前从70多美金回落至68美金附近 下跌1.4% 黄金价格昨天也是冲高回落至1500美金附近 澳元对美金是目前徘徊在0.6867 道琼斯指数昨天是打破了9连涨 目前是下跌0.5% 报价是27076点 澳洲200指数开盘价格是6668点 数字非常的吉利 贝拉美的昨天是所有股票里面表现最出色的 上涨了54.93% 目前报价是12.89块 那么除此之外 昨天的宏观方面 有沙特的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沙特的石油管道被袭击之后呢 日产量下降了500万桶 那么昨天其实呢在新闻里面最大的明星产品啊 还不是沙特的这个石油 而是大疆无人机 也就是说现在呢 这些袭击 那么本次呢是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 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整个防御系统在无人机面前是无完全 毫无还手之律 那么假设他发现了无人机的入侵 那么如果是美国一个导弹发售出去 那么成本呢是几十万美金 到小一百万美金 但是无人机的单个成本呢 可能只有几百美金到几千美金 所以呢有点像高车炮打蚊子 用到成本和我们收到的回报 根本不成正比 但是没有办法 那么无人机入侵之后呢 你不打不行 打了花的钱就更多了 所以呢这以后啊 会让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非常的头痛 那么整个美国的防御系统呢 也是出现了极大的一个弊端 就是成本维护成本过高 那么面对这种可以批量量产的 大规模的这种无人机的入侵 好像目前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个防御手段 那么因此呢 整个中东地区目前也无法追踪 确切的这个来源地啊 就是说无人机到现在都不知道 到底是哪个国家从哪里起飞的 那么它有极好的匿名性啊 跟我们说的这个数字货币区块链一样 那么有非常强的匿名性 那么因此呢 此类的武器在以后可能还会继续用到 因此呢中东地区目前依旧 从政策面上很难马上稳定下来 长期看的话 适用的除了此啊 就是政策上的一些影响 那么还有经济上啊 或者说是资金上 那么全球降息的一个浪潮 还是没有结束 那么作为大宗商品来讲 这些石油啊 或者是黄金 或者是粮食等等 那么这些产品在未来的价格上涨的 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强烈的 那么澳洲呢 石油股票包括这个Santos 还有WPL 大家都可以长期关注 那么在购买室 大家可以购买英国原油和美国原油的 这种长期投资产品都是可以的 所以选择的方向还是比较广泛的 另外呢 昨天振奋人心的就是贝拉美的股票涨了50%多 据说猛牛要开价15亿澳币收购 那么这个是我们之前确实给大家提过很多次的贝拉美 也提到过下半年呢 可能有一些小道消息显示贝拉美的股票要上涨 或者说是有政策上的利好 那么昨天发生的事情证明我们的小道消息还是比较准的 那么贝拉美呢在过去的财报表现并不是特别好 那么19年呢 它的这个同比净利润下降了63.8% 下降的幅度非常大 只赚了不到1000万澳币 那么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中国政策面的一些打压 我们知道中国如果是在中国卖奶粉的话 同样是奶粉A2呢就有大牌 那么贝拉美呢只有几个小牌照 所以呢它的出方奶或者是配方 不能在中国是大胆的销售 只能走海外境外的这种跨境产品销售渠道 所以线下的店铺呢 还有传统的零售都没有贝拉美的影子 但是如果是猛牛收购成功了 那么将会打开贝拉美在中国的整个市场 那么这次收购呢 也是给贝拉美的股东带来非常强的一个信心 就是说终于能解套了 因为贝拉美如果是失去了中国市场 其实呢股价很难支撑 我们看到了除此之外呢 对猛牛来讲的话 收购贝拉美也有三点优势 第一点呢就是海外业务进行了一定的扩张 拥有高质量的优质奶源 第二点呢就是打开了海外境外的这种销售渠道 和公司的这种信息 还有一些资源优势 那么第三呢 就是猛牛可以通过并购 或者收购贝拉美股票 对猛牛的母公司进行财务上的并表 什么叫并表呢 就是贝拉美市值价值50亿 因为也是上市公司 那么这一次并表呢可以直接把它并到猛牛的股份里面去 或者是市值里面去 那么因此呢对猛牛整个公司的市值提升 也有极大的一个自由 所以说呢他花了15亿啊 其实呢是买了大量的资产和品牌效应 并没有说是溢价收购太多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贝拉美的股价呢 12块多的收购价 也是给了大家一个公允价值 也说在此之下呢 大家是可以长期厚 或者是继续买入持有 那么在12块6之上的收购价格呢 大家要看一下未来这次协议能不能继续达成 那么据我们所知呢 贝拉美内部的股东对此次收购的协议 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么大家要拭目以待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9月22号星期日 我们在北区有一场讲座 那么时间呢是11点到下午的2点 地点呢是Preston 我们第一次在北区做 那么具体的地点是 No.1 Street Cramer Street 就是1号Cramer Street 那么大家如果是想看详细的 悉尼墨尔本的讲座信息 可以在视频下面的链接 点击报名查询 最后插一句就是 我们在过去上半年呢 推荐了不到20只股票 但是呢其中有4只 产生了并购收购 或者是被并购被重组的 这样的一些迹象 所以呢这个占比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我认为 最终也不仅仅完全是靠运气 也是有一定的分析和逻辑在的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全部的内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